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你看这个广告 你看这个毒害多大 这么深入人心 其实这个广告我很讨厌 我一直想把它改掉的 你想改成什么样 随便什么样都行 就不要这个样 你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谈的话题 你看我这装样子 我今天摆基本干什么 因为现在关系到国际民生的大事 你知道吗 都是跟你这句话有关系 书应该怎样读 这你们两位都是保学之士了 现在我就觉得有这么一个困惑 书他也好如烟海 你知道我当年曾经做过什么梦 我也是有雄心壮志的人 我想我人活几十年 我能不能 我在不在乎出名 那无所谓 但我希望我是一个穷尽天下知识的人 真的 一事不知儒者之耻 你还有这样的宏图大致 有但是我发现离我的目标渐行渐远了 但是现在真是危险的事 不是你面临的东西啊 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浩如烟海 但是呢 知识就是力量 我跟你说 这真是力量 看点今天就有的说 不看今天就不知道说什么 但这是很危险的想法 看福士德 福士德为什么出卖灵魂给撒旦 福士德就是那个时代的典型的象征 知识就是力量 他觉得拥有知识就有力量 他对知识的无穷的热爱 要穷尽所有的知识 他为了这个 他要换掉自己的灵魂 他都无所谓 知识 我觉得读书不是 读书读不完是好事 你知道吗 你看你桌面上这本金克木先生 这本书读完了 他写的书读完了 我跟你讲 我也就是因为看了他这本书 我才可以印证你 回应你刚才的观点 还有你 这论语 我现在要给你拼论语 读书毋庸论 最早是谁提出来的 据金老师说 是子禄在论语里 跟孔子说的 说有老百姓了 也有土地了 也有设计了 有什么 何必读书 对吧 何必读书才能维学 到后来 提供点佐证 比子禄早 老子里面最简单的话 叫绝学无忧 而且这其实是道家的观点 庄子的时候说 智者不言 言者不智 什么样的东西 一说就是错 不是 我说的是 我总结读书的方法 像金科木老师 他也谈到 他说那么多的书 你怎么读 人类的知识 从上个世纪 上上个世纪大爆炸 但是你该怎么办 怎么对付 他有一个观点 就是说从根读起 不是说根小说 他觉得所有东西 比如说西方到后来 所有的东西 你得先读圣经 包括什么古希腊 古罗马 他说他都是后来发展出来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读经典 就是人人也不见得全是经典 就是人人必读的书 你至少要读 而且也不是不求甚解的读 你大体能够了解了 所以说有一个学者说书读完了 这是话从哪来 陈银雀去看夏真佑的时候 夏真佑跟陈银雀说 你真好能读外国书 你看我只懂中文 只能读中国书 我就书读完了 没书看了 当时陈银雀年纪很小 还年纪很轻 就想这老头是不是老得傻了 怎么能够说书读完了 他到老了之后 叫陈银雀自己老了 就说原来书果然是读得完的 因为中国书 你要古代讲 他少 所以是有可能读完的 但是也反映一个问题 就是说从根读起 其实这就是原点解读 也就是说 我觉得读书一个很省事的办法 就是不读二手的东西 从原点产发上 让你自己去融会贯通 因为越是原点的东西 越是威严大义的 都不会太厚 都不会太多 然后这一点东西 你参悟透了 你自己去从滥伤之源 然后直到江河入海的那个地方 未为大官的时候 有太多东西 都是你自己感悟在里面 其实读书 你说书可以怎样读 我觉得书重要的 不再读再误 其实所以你看 佛家说觉悟这个词 它是两段 有所觉是你读到的东西 啪 醍醐灌顶 了然于心 但是你还有常常的悟 就是我觉得参悟那个过程 就是说的冥想那个状态 我觉得读书也是有层次的 一个层次是读来的知识有所觉 再上一个层次 是悟出的智慧 最后贯通于心 就是人是不是能通透 我觉得光读书真不行 这事我琢磨过 这事我琢磨过 我为什么说 最近都说六祖慧能 六祖谈经 叫自心本有知识 对 我很相信这个东西 就是说像内发觉 在你的天性中 只要你一打开了 存就是那些 无穷无尽的知识财富 其实你自身都有 这像西方科学研究 就说人大脑 什么90%都没开发 对吧 但是这玩意儿不敢烫 你知道吗 那你现在开发出多少来了 你看见你存了多少东西 我觉得我是渐行渐少 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说谈悬的那个没用 比如说对于我来讲 我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缩影 我是全世界最差的主持人 但是我至少是我估计 我是全世界说话最多的主持人 有老人连接传媒的 因为他别的节目 主持人访问 或者综艺节目 他说他不像我这么一大片 一大片的说 对 说了八年 我告诉你 八年前刚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等于我是带着30年的积累 虽然也是半缸水 看了几本书 那就说说说说 到近些年来 我已经发现除了有一部分不抑郁 在电视上说的知识之外 能说的差不多 能说的全说完 我现在心里就是个空空荡荡 我现在甚至临时抱佛脚 到底什么程度 就是说今天咱们要谈该怎么读书 我就从书架上找来一本书名 叫书读完了的书 赶快能翻得一页是一页 今天就给你们现场现卖 这个印证了你另外一种能力 就我有一个朋友 是江苏有个民生新闻 叫南京邻居里 你听说过吗 他的主持人叫孟飞 也是一天大晚上在那说 孟飞说他自己 有一种狗急跳墙式的记忆力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文涛 他这个很厉害 没错 他这种能力很强 我甚至有一种形象化的记忆力 你可以把它扫描到脑子 比如说我就修定力集中在这 我这么使劲一看 当然得到结构眼上 使劲一看 一合上我能照样 脑子里想的是图像 就是排版 分行都在脑子里 写出来实际上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 书多读不完 其实是好事 你知道吗 虽然我们常常感慨 书那么多 怎么读得完 但这是好事 就是这个感慨就是好的 为什么 它首先让你知道自己有多渺小 所谓的知识就是力量 你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没错 所以我总觉得读书 它首先也是个精神的超念 这个精神的超念 就是你越读书 你越觉得自己的渺小无能限度在哪里 人永远要知道自己的限度 对不对 像希腊 那个阿波罗神庙 就是古希腊那些大哲学家都喜欢去那边 苏格拉底那时候不是还有去问过卦吗 说苏格拉底是不是全雅典最聪明的人吗 阿波罗就说 对 他是 为什么他是呢 他那个庙的门口 有一行大志写的就是没有人可以潜月 这句话的意思就提醒人 你是人 你不能潜月 你不是神 你永远只能够爱智慧 但你不拥有智慧 所以为什么哲学叫philosophy 爱智 爱智慧 爱智指的就是你只能爱他 但你得不到他 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读书是个精神超念 但是我觉得讲精神超念也要讲方法 我觉得刚刚你说的那种就读书 我们有一个大致的领悟 像禅宗讲的东西 禅宗不是不好 但是我觉得这一路 使得中国人受到一些不好的影响 什么影响呢 就是中国人向来就喜欢读书 有这么一路人 就是不求圣洁 所以你看到清学的时候 我觉得清朝那帮人也挺有意思 要讲道问学了 不能只是尊德性 但这是重要的 就是你有这一层 这个学问要有功利 他们讲 余老师呢 我的想法 我觉得梁老师说的这个 是学问层面上的读书 其实文化 我觉得有两个层次 一个是经典化以后的文化 是文人的专属 另外一种是社会大众的读书 其实我倒想说 就是在现在这个时候 多元文化共荣共存 就像文涛说的 这个人显然你的脑袋 能有几个记忆的内存 所有这些信息 你存不完了 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还不如享受读书之乐 所以我在这就想说 这种不求甚解的读书 对于大众来讲 也是一种效率 其实中国人过去 有这样一个说法 你读书读到最后 是我读六经 还是六经读我 有很多书生 可以好守穷经 最后你把经典去给读了 但是生也有牙 知也无牙 以有牙追无牙 一辈子是追不上的 但是另外一种 就像陶渊明说 好读书不求甚解 没有会议便欣然忘食 自己读个乐 你怎么都能背得过 因为心有气气言 你像贤书 笨懒周王传 流关伤害 抚养中宇宙 不乐 复何如 读书最后读个乐 小姨说书的 我跟你说 你说的特别对 人家说 学不至于乐 不可谓之学 我觉得我中期一生 不是探讨什么学理问题 我觉得我这辈子 唯一的追求就是快乐 不管我干什么事 总是想达到快乐 但是你知道凤凰他不让我快乐 就现在这个大工业生产 工作节奏太快了 工作太忙了 没有那个时间 像过去的这个画家 那就是说 先施法前人 对吧 然后呢 再去施法造化 你比如黄冰红 去黄山能去九次 一次去的去 一次去的去 哪有这个时间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不得不研究一下读书的方法 但我为什么刚刚特别要强调道问学这样的传统 像说读书要很严谨 当然这主要是个做学问的人的一个态度 但我觉得文化上我们也要推动这样一个观念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人很浮躁 就像你刚刚讲的 没有再能够像黄冰红那样子 为了画黄山上黄山九次 大家都想呢 去一次或者不去 这种人画的好 同样的读书也是一样 我看到余丹老师的书啊 很多人有误解 就有批评 但是那些批评呢 我看到的是什么呢 我看到很多对于余丹老师的批评 就是拿一句话出来 就这句话 怎么样怎么样 人是说的怎么不好 这句话你又看到 这个人是怎么样怎么样 有问题 就你看这就是不严谨 所以读他的书的时候呢 就会拿一句话出来 他你没看到这句话 在整本书里面是放在什么位置 他上下文是什么关系 就抽一句话出来 就骂 然后就说我鄙视余丹 而且是中国人现在最喜欢 网上最流行的一个字眼 就鄙视 动不动就鄙视 我们现在是很勤于去下判断 但是很懒于去理解 就是每个人都有很多意见要发表 但是每个人都不想听别人的意见 所以这就为什么讲严谨是很重要 比如说随便的你去批评一个节目 像批评你的节目 批评你节目 批评我们的节目 就听一两句话 你就回来说就大做文章 就下一个判断 就有个意见的总结了 然后结论就是窦文韬 这种人祸国殃民 我鄙视他 这个推论是怎么形成的呢 你从什么地方发现这个证据呢 他叫你知道吗 这叫我最近明白了 这叫口吟 口吟 你得想想中国社会苦大仇深 他有很多人 他得有一个宣泄的一个渠道 他就得说你 他敢说省长 那天有个明星来说 虽然我有名 但是我也是弱势群体 因为他们敢骂我 我也不能怎么着 国家也不管我是吧 这就是这个吗 我明白 当然今天言论自由是很好 我觉得其实大家开骂都是好事 其实表示每个人都有意见自由了 但是接下来 我觉得到了这个阶段已经过了 到下一个阶段 更成熟一点了 就大家都能够开骂了 大家都能够随便表达意见 接下来讲究的就是 我有没有听懂人家说的话 我有没有好好看人家写的书 我觉得这个梁老师给我的温暖 和鄙视我的人给我的温暖 在我这里都是温暖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 就是感谢鄙视 你比如说刚才梁老师 有人说杜文涛祸国殃民 祸国殃民多抬举你 你以为随便一个人能祸国殃民吗 对 以为随便一个人能当大大夫 我就给他一个人祸了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 像梁老师说的这种严谨 其实这是一个很知识分子的态度 我们是没有办法要求大众严谨的 我是觉得你说 论语被误读了多少年 那么多年 这个孔子也不可能再说话了 是吧 其实所有的经典在传播的过程中 在被每个人心灵 在他的角度上都在解读着 所以其实读书是个什么东西 读书不过就是用自己所有的生命体验 去观照书里给他的硬照 所以我曾经说过 宋代笔记文里面 曾经说过苏东坡参禅的事情 他跟佛印两个人在那参禅悟道 然后他就占他便宜 他说你看你坐在这 你看我像什么 然后佛印老老实实说 我看你就像尊佛 他说你知道我看你像什么 我看你坐那是像他牛粪 大笑就回家了 然后很过瘾 然后跟苏小妹说 我占他便宜了 好了苏小妹说 你这个样子你还参禅 说参禅是渐心渐性 佛印书你像佛 说明他心里有佛 你看他像牛粪 你问问你心里有什么 其实你看笔记文里写的东西很有意思 就是人他悟所有的东西 渐心渐性各有表达的自由 你表达出来的东西 无非是一个内心的关照而已 因为读书当然是一个灵魂的超念 是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去在诠释我看到的东西 但是书呢 它总是给你挑战 一本好的书 它不是低于现在的你 它一定某个地方是高于现在的你 你读它的时候你在挑战 对不对 那这个挑战 它就在拓宽跟拓深你的深度 你的灵魂 所以你要读书的时候 我固然是读到一个书 很合我意 我觉得很好 但它一定有一些不合我意的地方 正是有那不合我意的地方 使得我改变了 我在改变我原来固有的一套想法 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看起来 一看就下去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常说自己是新左派 自由左派 那我看海耶克 费利明的东西 佛利明的东西 应该觉得很讨厌 对不对 不 我看的时候 这句话严重的挑战了我一向的信仰 但是 它说的有道理 但是它是个有深度的挑战 这时候你就更宽容 但是同时你就拓身了 这加上深了 是啊 我觉得梁老师说的这个 这是一个很严谨的读书的办法 但是我是觉得 人跟书就像人跟人一样 是有缘分的 有些书翻开以后 你喜欢 你就随缘 你就多读一读 然后里面有一些 就是与我心有气起焰 觉得说他说出了我心中有 口中无的东西 还有一些像梁老师说的 他严重的挑战了我的思想 然后我就会觉得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效果 就觉得我为什么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然后我就记住了 但是也有一些书 它的品相不好 或者翻开以后 它行文 哪怕它分段的方式 就不合我意 那就看一看 觉得没有缘分 也就罢了 就放在那 我是觉得人这一辈子 时间很有限 可能我做人是一个不喜欢较劲的人 我就觉得你比如说中国古代的诗派 我就不喜欢娇寒导寿那个诗派 我觉得他很较劲 你说你僧推月下门 跟僧敲月下门到底能有多大的区别 非要去推敲那一个字 撞到韩语的码上吗 你三年得二句 那点胡子全都断了 这事好玩吗 我就觉得你要能像李白那么写诗 洋洋万言 尼马可待 你就写诗去 你如果不能那样的话 对 不能那样的话 你说你去放牛去 或者你去做个手工艺 你干什么高兴 你这辈子就干什么 所以对我来讲 就是不折不扣 我就是读书求一乐 本来是跟着兴趣走 很好 但是我就发现 因为工作的关系 你不得不跟着工作走 我现在从来没有读完过一本书 但是我会买很多书 然后你一说谈什么 我就夸夸夸这几本书有 就什么翻翻翻翻翻 这个有一段可以取的就可以 是这么弄的 文汤 我觉得我很同情你 我就是很同情你这种职业状态 没错 就是你要这种狗鸡跳墙式的读书 没错 好在你还都记得住 我这是典型的实践了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严如玉 你找到严如玉了正经 真的严 你看他读书多 你就那么喜欢他 你别看他长这样 不是他这样也不错 喜欢他的女孩 很多文道很有女人缘 就读书多 是吗 咱们去一下广告 箱箱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而且我觉得他读书读得快 你知道都是职业造成的 我觉得我就跟在周别林 摩登时代人的电影里边 我完全是被重新塑造 你比如说我看书 我怎么发现我看书看得那么样的慢 你知道吗 后来我发现是一种强迫症 我后来才明白过来 为什么我看很久才看一本书 我不停的再重复一句话 实际是主持人背稿的习惯 我看完这本书 基本上我能背下半本来 这样怎么能看 不是是控制不住 我最近才明白这个道理 我说你们怎么那么快 我就发现我看我会长久的停留在一段 我这是干嘛 因为我条件反射了 平常进行的太多劳动 是这种看的时候就绝对把它记住 你这是一种轻动的精神病 强迫症 强迫症就是一种精神 刚刚于老师说的很好 就读书 你有的书你看品项 看项 你读书 你看看这个项 不怎么样 那是可以读得很快 那有的书当然要耗很长功夫 慢慢读 其实我觉得读书怎么样读得多 有时候有人就问这些问题 或者读得快 其实这是没办法解答的问题 为什么 这是量变引起质变 其实文涛我给你提一个建议 你不妨就是逆向思维一下 你从最无用的书读起 而不读有用 读书从无用读起 视为大用 就像庄子说 我弄一大葫芦 惠子问他 我这葫芦太大了 我要是拿这瓢去盛水 其间不能自举 这个大葫芦还有什么用 然后庄子说 那你就别把它抛开当瓢 整葫芦系在腰上浮游于江海 你让它当个游泳圈多好 其实你看书 就是哪本书何源 多看看 不何源一扔 读完无用之书 最后你想说什么话题 有什么话题 说白了 我跟你说 还是得少干点活 我最近看浩如烟海的书 我就觉得 人类 比如有人问我出不出书 我说不少我这一本书 怎么那么多的人 都要 你写那么多的书干什么 或者说我们做节目 需要那么多的节目吗 没错 对吧 你不就是利益最大化 要挣钱吗 除了这个之外 你这个爆炸 你把很多粗制滥造的东西 提供给观众朋友们 这个社会有必要 有那么多的制品 所以你记得我以前不是老说 一直不想出书吗 对 原来就是这个 对 你有必要生产那么多吗 现在我觉得是个过度生产的一个 所以也就是我们还不回去